大家好,我是Rona老師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師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格局時間 梓薇讀書全書 在寫薩破狼的時候 又把薩破狼寫得很差 我印象中的薩破狼 欺詐他為了事情會堅持 破軍會為了他的夢想而努力 他為了他想要的東西去追求 為什麼他們會把薩破狼講得這麼糟 佳玉老師有沒有這樣子的格局 來跟我們做分享啊 我們十四祖經當中 其實每一顆心癢它都沒有特別差 那他會比較差的原因是 會到了相對的條件 才會讓他變成這麼的差 在古人眼裡差就是不好 有個格局叫做 欺詐破軍專一揚鈴之虐 這個虐呢就是虐待虐心的虐 古人又設下陷阱然後來當柯南囉 他的意思是說 假如生命欲欺詐破軍又會揚鈴 守照有志方可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假如生功或者是命功呢 遇到了欺詐跟破軍 而且會到揚鈴或守 這個守呢是同工的意思 那照呢是對工的意思 有志方可 這樣子才有人可以控制 情揚或者是零星 要不然欺詐跟破軍呢 就會變得非常不好 那他的控制是誰來治他呀 在我們的雙星組合裡面呢 會有連真七煞或者是連真破軍 好 當這個連真呢 化陸或者是遇到陸存的時候呢 他相對會更加穩固 加強這個連真心 自我規範 自我的框架 這個連真破軍呢 破軍他會有機會化全 更加穩固這個破軍 在追求夢想的這個過程 或者是說還有一個 七煞的對工一定是天撫星 那天撫星呢 他是我們董樹當中的 三顆撫星其中一顆 那他形成這個撫星的條件 是因為他可以化煞為用 把這個煞星為他所用 因此呢 他可以控制七娘 或者是靈心 對於七煞跟破軍的影響 那七煞破軍 這句話是不是讓人家會不以為說 七煞破軍啊 會到七娘或者的靈心呢 就會很長 大家就想想看 七煞呢 就像剛剛Lona老師說的 他本來就是 只要為了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會非常的固執 非常堅持的去往前衝的一個人 那加上七娘星之後呢 是讓這個人呢 更加的堅持 那加了靈心之後呢 這個七煞星呢 他會變成說 他除了去做之外 他還會做好他的計畫 那在本命盤上面 如果這個人的個性是這樣子 剛好在運線盤上呢 遇到一個不好的組合的時候呢 那他就有機會變成一個 很壞很壞的壞人 但是呢 這是 運線盤碰到會這樣 如果他的本命盤狀況還不錯 那在運線盤碰到的七娘 或者是靈心的時候呢 只能說呢 他在那個運線當中呢 人家只能怎麼勸都勸不聽 如果這個時候 我的狀況不好的時候呢 他就會變成壞人 而且會變成很厲害的壞人 在古人眼中呢 古人都不喜歡這一類的人 但是換言之 那我們現在的社會 如果運線的狀況走得還不錯的時候啊 碰到好的格局 或者是好的路全科的時候呢 他就會想去做一些 社會上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說呢 他會想去做藝術創作 那他想的藝術創作 或是一般人都想不到的藝術創作 那其實這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啊 聽起來很好啊 對啊 他除了不聽話之外 其他運線走得不錯 就還很好啊 是啊 所以我們就破解古人的格局 我覺得古人其實就只是不喜歡 不聽話的人而已 那除了這個之外啊 我還看到一個就是 文昌文曲福不全啊 你說我的心有很多中性的嗎 是啊 像文昌我就覺得很好啊 他很理性啊 做事情有條理啊 還代表了就是正途公民 文曲啊 他代表了改姓 代表他有很多小巧思 也代表了意圖公民 那正途意圖他都有了耶 感覺應該很棒啊 怎麼會福不全 對啊 而且他這邊還寫 此惡心疑難不疑女 為何疑難不疑女 所以呢 這個最大的問題點就是在於 古人對於男女之間的價值觀 重男輕人 就像剛剛 洛蘭老師說的 文昌跟文曲呢 表示有文墨 有才華的同時呢 有藝術的才華 這個理性跟感性兼備 其實沒有不好啊 唯一不好的是怕說 同時具備這兩個心藥特質的時候 因為這兩個心藥呢 他有機會同時化妓 化妓的時候就變成 他兩邊在掙扎 他不知道是要感性還是要理性 那如果排除這樣的條件之外呢 他通常都是還跟還不錯的狀態啊 問念書 又有才華 那為什麼疑難不疑女 第一是古人他又偏心 文昌跟文曲 他兼具了就是文書筆墨 以及他感性創意巧思的這個部分 男生呢 有的部分就叫他才子 女生呢 古時候的人覺得女子無才便士的 如果女生同時兼具了一樣的能力呢 只能怎麼樣 淪落煙花之地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當文昌跟文曲 會在一起的時候呢 那這個文昌心呢 就會轉化回成桃花心的概念 古人就認為這樣子不好 男生可以 女生不可以 所以才會疑難不疑女 文昌跟文曲這兩顆心呢 都是一個思慮的心藥 當男生思慮過多的時候呢 可以接受 但是呢 當女生思慮過多 情緒性過重的時候呢 古人就沒有辦法接受 他覺得他是小寶 男生就是抑鬱不得志 女生就是小寶 對 所以這樣才會寫作 疑難不疑 那我們如果以通篇的這個 斗數去看的話呢 文昌文曲伏不全 其實呢 他只用在七上 破冰胎囊 這三顆心上面 因為這三顆心 就像剛剛倫達老師講 代表我們人類最原始的慾望 那再加上他這個思慮 複雜會讓他覺得說 這個七下心思很堅持很敢往前衝 那再加上文昌文曲給他的時候呢 他就會 他到底是要不要衝 他又想東想西了 對啊 那像天良心呢 他是一顆慾望之心 他又博學 然後又懂得追求自己的人身價值 加上張曲給他的時候呢 就是想東想西 又服不全了 破冰胎其實也是這樣的概念 破冰胎的服不全是因為 所以破冰胎呢 遇到文昌文曲的時候呢 他有古人覺得不好的格局 但是主要的這個原因 還是在這個概念上面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兩個小格局 如果喜歡的話呢 就幫我們按分享以及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